爱情里面重点是要做哪些事情可以保鲜呢 很多人会认为爱情到一个有孩子之后的话 就会觉得爱情会消失 会变成亲情 友谊 我和海拔的话就已经在一起17年了 我认为任何人在爱情里面不应该失去自我 首先要有自我 你自己就是光 自己就是热 就是炭火 对方眼里面散现的光 其实是自己的一个倒影吧 这样的爱情才能够很好的保鲜 就是你可以温暖和拥抱别人 而是不是在这里等着别人来拥抱 爱情里面浪漫的部分 自己感觉有点 我上气新婚一轮的时候 对方用他的激励热情 这种滚烫可以带到自己 但是如果太过于激情 对方切爱大不理 拉喵和担火 但是我实时上 爱情的密码掌握在前狗的手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